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会见了到我国访问的列支敦士登公骨王储阿洛伊斯 阿洛伊斯王储是从11月1号起到我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 黄勋才总理今早与到访的阿洛伊斯王储举行会面 今天也是王储在我国访问的最后一天 他在访信期间还与尚南曼总统、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以及主管贸易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等多位部长会面